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孩子跟你说个故事 我是一个很喜欢很喜欢听故事的人哦 不管是童话故事历史故事 或是在土地公庙旁听老爷爷老奶奶们所说的成年往事 因为啊从这些故事中 我总能感受到一股很温暖而且很正面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呢 我也能认识到在那个时空背景下的人事物 今天我们邀请到四位来宾 他们都带来很精彩的故事要说给大家听哦 首先呢我们欢迎成兄来为大家讲第一个故事哦 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 三年多前我结婚娶了一个美丽有才华的结法妻子 一年后我当了爸爸 有一个白胖胖的活泼好懂爱年爸爸的女儿 俗语说 一世二听三抬头四卧五抓六翻身七坐八爬九发芽十捏周岁独站稳 人就是按部就班的长大 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礼义廉 学习做人处事 不许盖自己的房子 朱大哥很懒盖了一间茅草屋子 朱二哥贪吃懒惰盖了一间木屋 朱小弟勤奋又聪明 想要一间安全又坚固的房子 于是花了很久的时间盖了一间砖屋 有一天大野狼发现了他们三个 想要把他们吃掉 大野狼先到朱大哥的家 用力吸一大口气就把朱大哥的房子吹走 朱大哥吓傻了 干净跑到朱二哥的家 朱二哥的木屋比茅屋坚固了点 大野狼就用撞的撞了好多次 把房子撞倒 小猪们又吓傻了 干净跑到朱小弟的砖屋那里 朱小弟的砖屋是最坚固的 无论大野狼用吹的还是用撞的 就是弄不坏 于是大野狼找了一把梯子 爬上了屋顶 想要从烟中上面下来 把三只小猪都吃掉 朱小弟很聪明 立刻在壁炉放了一盆热水 大野狼从烟中下来的时候 被高温的热水烫得哇哇大叫 赶紧逃回森林 改走大野狼以后 搜小弟让两位哥哥 住在让他的房子里面 从此他们就再也不怕受到大野狼的威胁 快乐的生活着 当爸爸以后 再看看从事了近十年的建筑行业 体会到做人做事都要按部就班 更何况是盖房子 从三只小猪的故事告诉我们 盖房子都有一定的程序与正义 不能偷工减料 都要对得起良心 因为这都是关系到未来使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就好比是程序正义 程序对了才是真正的正义 因为发生重大滋战事件 此时未能破案 政府为了转移社会大众的焦点 做出了许多不应出现在一个号称民族国家的威权行为 在同年12月19日 侯宽人检察官假借宗教扫黑之名 进行政治整数迫害 违法搜索太极门 而侯宽人的滥权侦办起诉 以及违法移送国税局课税 已经严重侵犯人权 严重违反宪法国际人权两公约 及世界人权先言 台大法律教授陈子龙曾指出 我国的政治已经检严 但是税务尚未解研 国税局、书院机关、甚至法院 很少有研究课税的程序 是否符合正义 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 没有正义 那有人权 要改善台湾的人权现状 应从实践具公正性与透明性的程序正义开始 反攸关人民的权利 政府机关需遵守正当法律程序 太极门案监察院主动调查两次 一次在91年调查 侯宽人检察官在本案犯有八项重大的违法 要求法务部从研究责益处 98年公布税务机关在这个案件犯有七项违法而提出纠正 并将太极门案列为重大的人权保障案例 报告书中指出 监察院确定起诉书存有汉格矛盾 不符合证据法则 而且检察官本人在接受调查时也承认没有查核 正义始终于程序 终于程序 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 前大法官许玉秀曾提出 国家实施新法权 收税付都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 公务人员在执法时 要把税务人权当作核心价值 不可超越法律所规范的范畴与目的 如有不正当的执法行为 这个执法结果必然无效 鼓励台湾政府各机关都能秉持良心 用正当的法律程序原则 检视所有集合程序与证据 重新建立一套符合程序正义 符合正当程序性的租税规范 才是真正的税务改革 哇 谢谢陈兄为我们讲了这么精彩的一段故事 没错 程序对了 才是真正的正义 从三支小说的故事 让我们了解到 做任何事都有它对的程序 所以啊 我们的政府官员们 在办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哦 接下来 请大家先来看一段影片 来了解太极门案件的来龙去脉 事件起来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哈姬们 哈姬们 哈姬们是古老的七宫无数小型门派 分宜里公益团里 西流关系的名门剑派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满的桃木剑 呼止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裁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一失影 用眼神拉斑 娘喂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株 侯宽人除了积押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布实消息 毁损迷语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发文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们 并威胁苦恶 一共受羁押的师徒 哇 这实在太巧鬼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予师父的禁师礼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师礼 What's that? 禁师礼是Ditz感恩师父愿意收徒的心意 是尊实装导的标签 其兴致如同婚礼 偶尔封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宝 大家好 齐叔叔既然认定禁师礼是诈欺 要没收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极们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门清白也认定弟子的禁师礼是证与性质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照无辜积压的仕途均获得国家孕育赔偿 监察员更调查指出 侯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圈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将近二十年不论太极门弟子 提出上万份的证与书证 都证明禁师礼是证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证与的证据引力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师礼是正宇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课税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它不就白包 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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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被磕碎啰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付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同太籍门案可一窥部法检察官的烂权 国税局的无理八道并凌驾义府武院之上 但因此冤案社会上开始关注 付税人群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强迫人民帮 据调查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户暗夜枯记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看完了这段影片 相信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一定对太极门的案件有更多的认识哦 接下来我们即将邀请另一位来宾Tina 来为我们说另一个故事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妈妈 宝宝刚买两个月大 以前听到梦武三千的故事 只觉得搬这么多次家也太辛苦 现在因为身份转换 看待许多事情的角度也变得不太一样 很能体会身为母亲的用心 只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跟环境 我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中长大 五岁的时候 爸妈就带我和弟弟到太极门练功 在师父的引导下 一家人一起强身健体 学习正向思考的人生观 我在小学六年级 以及有幸到美国西雅图参加海龙节 有十周年性的火炬大游行展业 成年后还到过巴西 韩国 奥地利美国 参与联合国相关会议 以及文化交流活动 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开启宽广的事业 更让我学习去关爱不同的种族与地球 我很庆幸我的父母虽然没有三千 但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环境 然而太极门这个让我快乐成长的地方 却在85年被侯宽人检察官 假借宗教扫黑的名义 进行整肃迫害 致近25年 影响我成千上万个师兄姐的工作和家庭 其实历经十年七个月 于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及征法 但是国税局仍然无视司法判决结果 仍然持续开盘课税 99年并已查封准备拍卖台北大安及古厅 阳术道馆 情何以堪的是 当时热心于文化外交的太极门师徒 正在澳洲末本参加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第63届年会 为艰辛的国家处境默默更迎 同时还获得国家庆酬会第九度圣邀 为即将上演的国家庆典努力练习 当时的我也参与其中 一直以来师父都教我们要明白是非对错 依法缴税 然而即使法院判决确定无罪无欠税 国家依然拍卖我们的土地 我很惊讶这是台湾的法治税制 更夸张的是 国税局其实很清楚 他们对太极门的课税处分明显错误 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就说 国税局在太极门案有七大违法 监察委员爆料 调查过程当中 国税局不断跳针式的说 他们弄错了 在108年底 国税局也更正82到85年五个年度 与禁师里相关的课税处更为例 但是国税局还联手行政执行署 强行违法拍卖 这是我无法想象的台湾法治社会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 当年做伪证的税务员石月生 在临终前都说出实话 说出当年太极门案是侯宽然一手主导 而做出的不实指控 这实在太震撼了 台湾的司法竟然如此丑陋 我的大师兄陈条新 当年因为太极门案被违法羁押 获得冤狱赔偿 但是他的女儿也因为这样的创伤 离开台湾 我的许多师兄师姐 也因为这样的国家暴力 对政府失望透顶 而纷纷移居海外 牧母为了孩子的教育环境 而搬家三次 身为母亲的我 也希望孩子在一个重视人群的国家 所以我选择为台湾的法学环境 尽一份心力 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块我热爱的土地上 平安快乐地长大 真心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将心比心 平凡台湾法学228太极门案 还给太极们一个公道 还给台湾人一个落实人权的生活环境 谢谢大家 谢谢Tina 想当初 孟母为了自己孩子的教育环境 而搬了三次家 这就表示 环境对我们的影响 是有多么的巨大以及重要 我们是否可以想想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事 来为台湾的法税环境尽一份心力呢 好的 接下来是由Jason 来为我们说下一个故事哦 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想讲的故事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 岳飞小时候家里非常穷 母亲用树枝在沙地上教他写字 还鼓励他好好锻炼身体 岳飞勤奋好学 不但知识渊博 还练就了一生好武艺 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 当时北方的金兵常常攻打中原 母亲鼓励儿子报效国家 并在他背上赐了金中报国四个大字 孝顺的岳飞不敢忘记母亲的教诲 那四个字就成为岳飞终身尊奉的信条 岳飞从军后还建立了一支纪律原民 作战英勇的军队叫岳家军 岳家军的士兵都严格遵守纪律 宁可自己忍受饥饿 也不敢打扰人民 晚上如果借住在明家或商店 他们天一亮就起来打扫 为主人打扫卫生 清洗餐具后才离去 岳家军的士气让敌军闻风尚胆 金兵统帅常叹道 汉三义汉岳家军难 再一次岳家军与金军的战役中 当岳家军追到距离金兵大本营只有45里时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收复江山时 当时的皇帝生怕岳飞打败金兵后 接回原先的皇帝 自己的王位就不保了 因此和奸臣秦快连发12道金牌 命令岳飞退兵 秦快还诬告岳飞谋反 将他关入监狱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 一位金中暴国的民族英雄 就这样被奸臣给害死 这是国家莫大的损失 然而岳飞忠勇爱国的精神 流传千古受后人爱戴和敬仰 而做坏事的人 则会遭受到唾弃和不辞 以仁为敬 可以名得失 就在21世纪的今天 仍然还有违法官员 乱纪曹纲 目无法纪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让大家明白 太极门在民国55年到79年 都没有税的问题 86年到现在也没有税的问题 为什么独独针对80年到85年 这六个年度要课税 太极门的案子 其实非常清楚嘛 在91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 就希望法务部惩处了嘛 但是不做啊 官官相互 经历过八十几个法官的审查 结果太极门都赢了 国税局呢 要去查封 透过我们法务部 行政执行署 要去查封人家的财产 就是因为 你检察官的滥权起诉 当监察官 跟黑白起诉 现在发现赤不足了 赤不足啊 代表什么 代表当初是 我们这里所有 没有 监察官所提供的税务资料 是骗人的嘛 就是假的嘛 刑事是过程不足的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还依什么法 没有去更正撤销 我们依什么法 他们经过行政法院 经过监察院 经过苏联会 那他们都胜 对他们都有利都胜诉了 我请问你 他们除了这三个单位以外 他们还要向水承 申诉啊 在弥补财政税收 这样子一个前提条件之下 难道我们的正当 司法的程序 我们正当的 这个法令的依据 都可以摆开一遍吗 看基本的事情 正义在哪一边 真理在哪一边 已经非常清楚了 司法既然给了我们清白 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判决 为什么行政机关 还在违反司法的判决呢 我们要求 这个行政机关 应该要依法行政 它依的就是判决的结果 我们的税务人权 几乎是荡然无存的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监察院 最高行政法院 都说没事情 你们的税蛋一再复活 只要太极门的案子没有解决的话 根本注射就没有人权了啦 我们现在总统 告诉我们 不允许所有的人民 再一次的面对国家暴力 这个不仅要拍桌子 如果没有处理好 我们就会来兵得 还有很多不分党派 跨区域党派的很多委员 都在关心这个案子 直到太极门的案子 才把这个赋税人权 不公的事情呢 给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要感谢太极门 既然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冤情 没有得到平反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天理何在 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 我的确非常非常的 不要或是严重 那我不好听 这个叫动摇五言 你知道 动摇国本 太极门的案件 就是你的政府 新政府转型正义的 第一个考验点 看你及格不及格 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单亲少年 因为鼻子过敏和气喘问题 长期需要吃药 在国中时 因为妈妈朋友的推荐下 有幸进入太极门练戏功 练了一段时间后 体质变好了 心里也变得乐观开朗 其实这就是我的成长故事 因为从小单亲 原本对婚姻和家庭 是非常不信任的 还好在温馨的神器家族中成长 有师父师母的教导 和师兄师姐们的照顾 也让我对未来和家庭 有了信心和希望 有机会认识一起出正展演的师姐 并且共结连理 结婚至今已12年多 并且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然而被专家学者 称为法岁228的冤错假案 就发生在我们太极门师徒身上 历经25年的人权迫害 更在民国109年 莫须有违法强制执行 拍卖掉太极门的修行预定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我从她眼神里面看到一丝 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我们办案的直截 就是说认为 她应该有养效回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 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浪费了不少的国家的成本 讲不好听 这个叫动摇五院 动摇国本 要求国税局依法 要撤销威法 课税的词文 你们都不理 你们很大 法院不管 监察院不管 我们立法院也不管 你们最大 赛费老师还是什么 你怎么贪寺无受 你怎么贪寺无受 他当时听着我说 带你那样子 我说 你说 你这样子就好吗 他说 不这样办 就这样办 我说 你说 那时候人家找我 人家想 这个还是有问题 对 没有人要听 没有人要听 所以那时候 您说 就这样办 是世教室的人跟你讲的人 然后你那世教室说 有问题 结果他也 后来有人找我 我应该讲 出世 有问题 我们是办事 你说 你原来 我们想要看吧 但是你那里 我应该讲 我说 诶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让你去去看 我说 你怎么算的 还是让我看 你成哪里来的 你是不是 你那里来的 你不去呢 是 也不去呢 你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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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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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你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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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什麼 用不成 怪我 原來人要找我 他要純純自己 找我 找我 你是說他找你去只是做這樣子而已 就是你不管說什麼 反正他寫他的 他太可視掉了 他要純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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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十年前的案子 他要純純 就算不算了 太監美被辦的案子是怎樣 是八十年到八十五年 六年 我就覺得奇怪怎麼會有這種情緒 原來你看 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查 他就說有逃落多少 八十五年的所得稅 他必須在八十六年三月底以後 你才能去調查人家有沒有逃落稅 人家都還沒有申報 你查人家逃落稅 有這種嗎 你怎麼知道人家要怎麼申報 所以光是年度就顯然沒法稅法規定了 我想讀法律的人都知道 那個你沒有金流 你就不能給人家起訴 不能給人家那個判刑的 但是呢 太監美案 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查到 搜查到兩本全部六十一萬 結果第二天的報紙說 太監美師傅有詐欺收入 換那個補習班的所得 三十一億 然後呢 沒有證據的 我就講說 這個寫小說也不能這樣推論 結果我後來看 為什麼會有數字出現 我大概看了 六十一萬乘以五千倍 剛好就是三十一億 那事後的所謂證據 都是可以證明是假的 因為你已經有那個數據 那些偵辦筆錄 什麼證人筆錄 是什麼時候做 絕對是在十二月二十號以後的 查稅的話 會有說 我一派案就知道你討論多少 然後才去製造證據配合的 這個東西啊 不要說是非法課稅 非依法律課稅 那個真的就是所謂的 栽贈亡法 才是 六十一萬說三十一億 那這都是憑空想像的 能夠用憑空想像的東西 去給人家課稅處罰 那這樣還要 稅間機關幹什麼 找幾個這種檢察官就夠了 你要說多少稅就可以了 但台積民這個案子課稅 非常清楚 確確實實是 稅務人也就是稅務機關 居稱機關 非法課稅 不管是法條 不管是實體 都不是真實的 用非真實的去給人家課稅處罰 絕對違反租稅處罰 沒有任何所得稅實施國家 他的政府會有這種現象 以死為賬可以知心替 多少朝代與國家皆因荒謬的稅制而毀敗 當前台灣賦稅法 問題嚴重 政府應該避免重蹈亡國的復撤 立即改革稅制 廢除稅務獎勵金 平反太子門假案 保障賦稅人權 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謝謝傑森 多少國家都是因荒謬的稅制而衰退 甚至走向滅亡 所以呢 國家若要富強 是需要有著健全的稅務制度哦 最後 我們歡迎雙寶媽 來為我們說故事 大家好 我是雙寶媽 今年暑假 我們家兩個寶貝 喜歡上廳 Carcase的西遊記 兩個人反覆聽了十多次 我陪著聽 後來覺得西遊記 好像舞在太極門的故事 民國八十二年 父母帶著我和弟弟 拜師入門練祈功 一家人跟著師父修身養性 不僅爸爸媽媽身體變健康 家人關係變得親切融洽 就好像唐三丈 師徒四人 出發去西方取經 剛開始悟空狂妄之大 八戒好吃懶作 悟盡默默苦行 我們雖然是一家人 但是各有各的脾氣 各有各的脾氣與個性 要去突破修改的點 最親近的家人才會更親密 這一切卻在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風雲變色 至今遭受長達二十五年的國家司法税制迫害 九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刑事三審法院判決 太極門無罪無欠税確定 無違反税捐基真法 並認定 弟子贈於掌門人之禁師裏 技術贈於性質 一所得税法第四條 第十七款 署免税所得 弟子間需要而統一購買 練功服等代辦品 由師兄師姐代辦 並非盈利販售 與師父師母無關 九十八年太極門師徒 獲得國家冤予賠償 這是白子黑字寫的心清白白 贈於是唯一的事實真相 而依法納税是贈於人 並非受贈人 受贈人本無需就受贈所得獎税 國税局卻無視前述院籍機關 憲政機關之事實認定 繼續違法強徵課税 甚至聯手行政執行署 違法強行拍賣太極門修行聖定 這就像西游記一路上的妖魔鬼怪 考驗著長三藏師徒的取經決心 現在我也結婚生子 帶著兩小兄妹持續堅信 政府會還我們太極門清白 這龐大的政府機構卻不可承認錯誤 而拖延無辜百姓的人生 師父教導例子是非黑白對錯 師父總是教導我們要修集賭人 要正向思考 讓我們有機會 藉由幫助世人修改自己 我也讓我的孩子感受 這麼優美的中華傳承文化 這麼廣大的度人宏願 在如此良善的光明 修到場所中成長 這萬年不時的睡丹 讓成千上萬的太極們弟子 被淋遲二十五年 有的師兄師姐 甚至等不到清白的一天就離世 弟子因為對師父的感恩相信 說進城的禁師裡 憑什麼國稅局不用查證 僅憑著違法起訴書就開單 我的人生就像一本西游記 我打算去哪裡 取什麼金 和誰去 只要自己知道自己要去何方 路始終牢牢踩在自己的腳下 我會帶著我的孩子 在太極門成長茁壯 修身陽性 學習堅持做對的事情 以及我們身在民主國家 應該有受法治人權保障的權利 也會帶著孩子一起 繼續為正義努力 勇敢面對政府的不公不義 謝謝雙寶嗎 沒有錯 我們就是要學習西游記裡面的精神 堅持做對的事情 太極門稅務案件至今已經24年了 其中傷害了多少個人 多少個家庭 這麼多的故事告訴我們這麼重要的道理 我們是否能從故事中學習到一些事情 來做一些事 讓這個社會更好更進步的呢 這是值得我們來好好思考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四個故事 大家是否都覺得意猶未盡呢 請期待下次的節目喔 我們下次見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搖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要讓我們的台灣更好 台灣更好 李明星 bid 立不搖 李明星 傳探 李明星 四位 李明星 哈宰齊 李明星 八言 四位 李明星 八言 八言 希望就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拨开雨 终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隆隆 泪点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激烈的力量 因为爱 为你惊奇终于在花香 用爱 令星期一起迎向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异灵破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激烈的力量 因为爱 天天经济终于在花香 用爱 可不拖鞋 可不拖鞋 用心 不定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用它 快开步 哦 我们要坚定 心心 一起迎向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一铃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激烈的力量 因为爱 天地经济终于在花香 尽管 因为爱 所以我们 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 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 杖争到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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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斗奖 要平凡